在NBA有一项数据是十分重要的,那就是球员的臂展。NBA绝大多数球员的臂展都要比身高长不少。 平时说这个球员身体素质高、天赋高、身高臂展占了很重要的一部分,抢篮板、盖帽、上篮等臂展掌得显然更占优势。 臂展尝试肉眼可见的天赋。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NBA中那些臂展与身高差距大的球员。 龙多身高1.85米,臂展2.06到第一中锋拉减龙多,龙多外号叫做龙中锋。 经常打出另类数据个位数的得分双位数的篮板,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个中锋的数据。 为什么龙多能抢这么多篮板呢? 是因为龙多出色的臂展和一双大手,龙多的身高只有1.85米,比标准空位身高1.91米还矮6厘米。 但他的臂展达到了惊人的2.06米,比身高足足多了21厘米。 雷吉杰克逊身高1.91米,臂展2.13米。 雷吉杰克逊在后卫中的身体天赋可以说是顶级的,强壮的身体,而且他还有一双2.13米的长臂,可以帮助他更好地完成各种动作。 杜兰特身高臂展一直是个米。 杜兰特的官方身高是2.06米,但进入联盟多年杜兰特的身高却一直是个米。 与小乔丹等人的合影,可以看出来杜兰特的身高不止2.06米,而且进入NBA之后他的臂展也在变长。 官方的数据是2.28米。 这样的身高臂展在风险的位置上很难被防住。 法国巨塔鲁迪哥贝尔爵士队内线巨塔哥贝尔身高2.16米,臂展达到了恐怖的2.35米。 内线大闸名副其实,长臂员麦克海尔官方臂展2.44米,比身高多了36厘米实际可能只有2.28米到2.32米。 NBA50大巨星,名人堂成员麦克海尔,身高2.08米,而臂展就比较逆天了官方的数据是2.44米,相差了36厘米。 但是以前联盟对这些数据没有保存的特别好,实际可能只有2.28米到2.32米。 所以估计这可能只是个传说中的误差吧。 老船长布兰德2.06米的内线矮状把内线布兰德身高只有2.06米,但他却能够在内线翻江倒海。 凭借的,就是他2.26的长臂,长手怪伦纳德相同的身高,臂展比巴特勒长不少伦纳德,与吉米巴特勒身高同为2.01米。 但在合影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,二人的臂展差距巨大,伦纳德的臂展达到了2.21米,真是人比人气死人。 NBA历史第一高巨人波尔,臂展也是第一长波尔身高2.31米,NBA历史第一高,而他的臂展更恐怖是惊人的2.59米,能站着扣篮。 他的臂展也是NBA历史第一长,看完了臂展比身高长不少的球员。 下面再来看一看反面例子,格里芬臂展。 被网友们调侃格里芬最大的缺陷就是臂展不足,2.08米的身高,臂展却只有2.11米,虽然臂展比身高长,但是在NBA显然是说不过去的,不过好在臂展不够弹跳来凑,切高。